世界杯最神奇的一幕诞生,球队核心受伤离场,却成就两队有一战成名,在世界杯的揭幕战战中,东道主俄罗斯5比0血洗了沙特队,赛前没有人会想到,这场比赛能呈现出5个如此的精彩进球,特别是当俄罗斯进攻核心扎戈耶夫受伤离场后,很多球迷都会认为,沙特人追平比分的机会来了, 扎戈耶夫18岁就已经家喻不小,在2012年欧洲杯上,年近22岁的扎戈耶夫一战成名,没开二度帮助俄罗斯4比1横扫杰克,那界杯赛扎戈耶夫以三个进球,荣英俄罗斯最佳射手,被胜赞为新沙皇,他的离场对于俄罗斯来说损失不小,但是,这时候主教练的调整起到了奇效, 他将球队新兴戈洛伦安排到中路,然后换上切里舍夫,顶替洛伦左路的位置,俄罗斯第一个进球,就是来自戈洛伦的精准传球,回归中路后,他一场活跃,第四十二分钟洛伦断球成功,他带球到禁区,吸引三名防守后,将球传给无人看防的左部宁增, 后者将球传到禁区左侧,切里舍夫轻巧一挑晃过两名防守球员,最后起脚抽射破网,俄罗斯2比0沙特阿拉伯,虽然替补出场的切里舍夫进球很精彩,但这球有一半以上的功劳,要归功哥洛文的成功突破,下半场第七十分钟,这回哥洛文拉倒右路, 他的搓船落点精准助攻酒吧,高高跃起头锤弹地入网,俄罗斯3-0沙特阿拉伯,独造三球的哥洛文表演还没有,结束,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,他又向世人展现了任意球绝技,他拔出的皮球直钻网窝死角,虽然哥洛文表现完美,但是国际足联评选出的本次最佳,却是打入两球的扎特耶夫,在俄罗斯的主力阵容中, 球队左边路的主力是欣欣哥洛文,但正是由于扎哥耶夫在开场不久后的意外受伤,让切里舍夫迎来表现机会,主帅切尔切索夫让哥洛文更多出现在中路,把左路走廊交给了突破更犀利的切里舍夫,而这位效力吸甲的黄马珠出场便改变了一切,切里舍夫在下半场更是渐入佳境,在左路牵制了沙特防线大量的注意力, 当比赛进入补师阶段时,踢出感觉的切里舍夫在接到酒吧做球后进区线,附近,一脚左脚外脚背弹射世界波更是将比赛带入了美妙的高潮,为本进世界杯的剑木战,画上了圆满的句号, 因为核心受伤,却成就了两名球员的世界级表现,放眼世界足坛这种现象并不多见,但是不管怎样,目前最高兴的肯定是俄罗斯主帅和球迷了,他们可以瞬间遗忘掉扎哥耶夫受伤带来的阴影, 戈洛恩的横空出世,证明他已经完全可以担当起球队领袖的责任,而且里舍夫,这位左脚巅峰将在随后的比赛里,就此做稳住立位置,而他无疑也将是俄罗斯队力争小组出现的关键人物。 感谢观看